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是架对阵BGY的第二局上半场 屠夫是选择搬掉了前锋加拥兵这样一个双搬救人位 但是我觉得这个双搬救人位对面选出机械先知对吧 然后再加个守木祭司 这套阵容一出来以后这修机贼快啊 就算你开局秒杀一个机械师好了 你秒杀个机械师机 机械师娃在外面他们电机一眼修完 在前面8比1的一个比分情况下 真的不好打 这边鸟已经顶上 反正我就尽量拖满把该交的东西全部交完 刚才是以为他会选一个黄衣啊 所以说感觉那个半位就是靠打防守 现在打红夫人的话 一个单刀屠夫 你想要来防 我觉得这边倒了以后机械师都能来救 别说守木人了 机械师都能来救一波 闪现马上好 先一个镜像头 投完以后闪现在一刀 这边一轮加速 闪现好了 看这边 走位蓄力刀先打 差一点点回身板子一下 那这边闪现一刀 没打中 但补一刀应该能中 再一个镜像头 外面的电机已经修过一大半了 等你倒地的时候挂上人 基本上应该是第一轮电机修的差不多了 不能说是修完吧 应该是修的差不多了 而且这边越南好像对于红夫人的一个镜像的把控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导致了这边先知再溜了一轮起来 那先知这一轮溜完以后呢 待会有没有机会就吸出一只鸟 如果一旦吸出一只鸟 越南这把想要赢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可能到后面会变成一个保平局 这个镜像一头 这边一刀倒地 好 第一轮电机 刚才是差不多 现在的话应该是都能修掉了 也就是说一修能修掉三台半 这边能管住的是介石娃娃的电机 介石娃娃这边先拉走 越南这边的防守是想要找机会打掉这边的娃娃 但是没有机会 而这边守木人已经贴过来 守木人这时候可以其实可以挖个洞什么的 这边一个镜像 有没有机会能把这娃娃打了 打到椅子了 打到椅子 守木人这边这个铲子都省了 卡在这个点 再想打 就想把这娃娃先处理掉 因为这把要平或者要赢 都得是靠这个电机 再打一刀 先知二挂 投不投镜像 还想投镜像来找 对就想把这娃娃打掉 有机会 可以娃娃打掉了 那往前走去找先知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守木人也给打一刀呢 好像没有 哎 没倒 差一点 这里过来找先知 先知的位置判断的是一个死角 但先知这边反其道而行 我没有躲在这个角 哎 我是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作为一个常年玩员四伏的玩家 找尸应该是问题不大 大只你不在这边 那就在另外一边 好 现在是娃娃配合着守木人一起修一台 祭司修一台 机械是已经贴到脸上 这边叫镜像 他得打两个人要打掉娃娃还得打掉守木才行 转一下镜好像这个镜像来不及 那边直接趁着无伤把人保下来这样 机械师可以帮忙保着 哎 这边一刀打在了戒指身上 那先知这边转身感觉在吸鸟 想要找机会吸 电击 这边在勾引 来 你就打我电击已经压好了 闪现一刀闪现打出来 那这个地方就不好处理了 就看这个镜像了 鸟已经吸出来了 直接顶鸟 哇 真的 家的求生者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给到这边的红夫人 非常非常的扎实的一套配合 这边一刀蓄理刀 镜像 哎 板子一下 哇 这里是有低焦的 一个弹板 倒 哇 还差 门门门门门 你们快走快走快走 我要跑地窖 应该是走不了了 那这边完成一个三跑下巴 PP的 一个屠夫只需要来一个平局 就能够2比0战胜BZY 确实 这4个求生者真的一丝机会没给 太扎实了 稍时休息看下一场